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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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大一 大二进组当组员 坐步景 吊灯光 车缝细服 到了大三 学生必须担任设计助理 舞台 服装 灯光 技术四个部门 你主修哪个部门就要借由担任老师的助理 带领学弟妹完成该部门所有的准备与演出工作 然后到了大四 就是真枪实弹 学生自己担任设计 并透过指导老师的机制 完成他们的毕业制作与设计 剧场设计学系 学的是设计 但是历练的过程 就像是弯腰剪实倒碎的劳动者 从学徒开始 从技术的基层学起 理解制作的困难与眉角 这样 他们将来才能成为兼具理性与感性的设计师 这里要插播一个我小时候很爱看的影集《百战天龙》 他的主人翁 也就是照片上很帅气的这位马盖仙 我们这些忠实粉丝后来也都长大 变老了 这个影集也渐渐为人所淡忘 我们老了 马盖仙也不例外 这个是三十年后 也就是十年前的马盖仙 有人做了个梗图 开了马盖仙一个玩笑 但也说明 马盖仙的精神他最爱的武器 也就是瑞士刀 却从未改变 马盖仙不用枪 不杀人 但是他非常聪明 能用简单的物理 化学的方法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打击恶势力 宝国未民 我大概受了他的影响 后来决定从电机转航到剧场之后 没有多久就爱上了剧场技术这个解决问题的领域 至今乐此不疲 我的学们在剧场艺术底下就称作技术设计 剧场设计学系的学生在四个设计主修领域 也就是舞台设计 服装设计 灯光设计 技术设计 都必须修过基础必修课 就我的学们来说就是技术设计一 刚刚说我的专长就是在剧场技术范畴里解决问题 问题就是导演与舞台设计对于舞台的想象总是天马行空 根据他们的需求所产生的技术难题常常是崭新的 前所未闻的 所以我要训练学生的就是培养这个寻找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就是要让他们经历从问题到研究各种可能的方案 在经历实验来验证其可行性的过程 在这个我前天才剪辑好的影片里 你所看到的都是历届技术设计医学场子的期末作业的完成题 看起来都很棒对吗 这里面所有的作品都是由他们自己提出题目 经过与我讨论方案 在经历不断的实验与挫败 从中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才能得到的成果 其实我自己觉得 我的技术设计一从很早以前开始 就是英雄之旅的课程 每个学生都是经历了启程到启蒙的过程 不论是启程阶段的历险召唤 还是教师引导 或者在启蒙阶段的挑战试炼 作业探索等 甚至因为技术设计里面要解决问题的专业之时 对于大一大二的学生来说都是陌生而困难的 也就是非常需要他们愿意跨越领域 以上这些都非常类似英雄之旅的部分过程 除了社会情绪学习跟回归里面比较属于团体学习动力的项目 这也是我觉得这门课程里面 我个人比较需要学习与成长的区块 因此在加入英雄之旅的英雄联盟之后 我执行了三个带有社会情绪学习与团体学习动力的活动 首先这是在上学期技术设计一A组同学的校外参访 我带他们去参观了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后台 而且不是平常人可以参访到的行程 因为刚好本人有幸在几年前参与了北流的升降舞台 悬吊系统甚至灯光与音响系统建制的规划过程 所以很快地获得场馆的首肯 馆方帮我们规划了一场非常特别的参访行程 印象深刻的是同学们看到每个设备都好像看到新奇的游乐设施 非常兴奋 在周继雨之后的互动过程中也会常常提到这次的参访体验 在上个学期执行完A组同学的英雄之旅计划之后 紧接着就是B组同学要上我的技术设计一的必修课 担心因为有后子薄比的差异 所以我愿意在这个班执行第二次的英雄之旅计划 由于期末作业还在进行事 所以成果还有待观察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上学期带A组同学去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让B组同学羡慕得不得了 这学期就干脆带B组同学去台北国家戏剧院做技术参访 平衡一下 两题院的同事平常也有些往来 联系也就不算太费力 甚至参观的路径也有些special 例如钢棚之上 甚至水晶吊灯的屋顶之上 这些参观语解说 都不是平时的后台导览能看到的 负责导览的凯歌 还让我们能站在旋转舞台上 直接体验被旋转加减速的感觉 这学期我还执行了一个很特殊的英雄之旅计划 北一大的通识教育中心开设了一个专为大一设计的课 课程名称就是英雄之旅 除了邀请本校博观所黎一仁教授主授 以及本校机委负责英雄之旅计划的主管教师同仁 共同授课 我也负担将近一半的课程 黎一仁教授主要以场域走读 观察体验等方式进行 而我则是负责北一大载11月24至25日的 艺术永续论坛的长部工作 带领这群才刚刚进艺术大学求学的新鲜人 从开学就被赋予 这个重责大人 所有的作业都是循序渐进 从设计发想开始 然后进行分组讨论 并且在10月14日进行了分组简报 再经过将近一个月的修正与准备期 最后在论坛前的周末进行了组装 论坛是隔周的周五 周末两天举行 我们的目标是利用周一周二 完成现场场部 以立后续的摄影设备 与口译设备的预备工作 由于谈论的是永续 这是个以线上为主的国际论坛 现场是个大型的摄影棚的概念 现场还是会有本校的师长与会 甚至邀请了台湾一些专家学者 到舞台上进行分享 所以还是必须要视觉主题 指标等场地布置 由于大一同学平常都有蛮多课程 所以我让他们选择 那两天有空堂时间 搭配技术助教与美术指导的 全天候协助 总算顺利完成任务 大一同学透过发想 收集材料 加工制作到现场布置 虽然由我进行导音与统合 未必完全能依照 他们原先的发想与设计 但是整个过程 都让他们亲身参与 有几位同学 最后看到自己亲手完成的作品 觉得很感动 最后我想分享一点 我在教学21年 在进行三趟英雄之旅 教学计划之后的一点反思 首先 尽管课程在专业内容上 没有太大的改变 甚至已经略有疲态 英雄之旅的出现 有再次点燃 我教学多年之后的热情 但我也观察到 学生在这个世代 要面临的挑战 就从我们今日 常常在餐厅里见到的现象谈起 在那里 你常常会见到父母亲把一个 可能只有两三岁的幼儿前面摆上平板 目的是转移他的焦躁与吵闹 让他们可以安静地吃顿饭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很多都是让3C伴随着长大的 还有谁会到图书馆藏书的目录 抽屉里翻找卡片呢 资讯流通的革命 也意味著资讯爆炸与轻忽 不在乎 找资料就是上网 手机一滑 很快就能有答案 但不论对于错 我的高中生活 没有手机 更没有平板的发明 除了上课读书 我们的生活 充满了各式个样动手作 还有与跟人接触的活动 露营 生活 堆砌土摇烤番薯 打篮球 打棒球 打撞球 这些稀松平常的活动 在今日的年轻人来说 变得越来越稀有 所以我在上课举例的时候 发现很多该有的生活经验 该见过的工具或无金 对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 AI的发明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会不会有一天 年轻人不再需要思考 不再需要自己动手做任何事情 不再需要解决问题 想到这里 我觉得很悲伤 虽然只要再教十年左右 我就可以借铃退休 但我希望 在我还能奋战与努力的此刻 倡议 动手作 用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教育理念 与价值观 在教育现场 能看到更多的年轻人 愿意尝试学习新的事物 甚至愿意尝试错误 勇于接受失败的考验 我知道 这很有可能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也会是我接下来的英雄之旅 在这里 我想再引用我很喜欢的 陈枝翻写的哲学家皇帝里说的 希腊哲人想出一种训练帝王的办法 这种办法是 让他从生硬的现实上 错断足径再站起来 从高傲的眉毛 低下汗珠 来赚取自己的衣食 做卑微的工作 恕高傲的自尊 以上就是 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主题 十岁者的英雄之旅 谢谢各位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一下 支持你 台湾芸